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郡哥雨林节的频道 上次我们走访了福寿山千英园 这次来到了武林农场 对我们住高雄的人来说 真的是远得要命的农场啊 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樱花季节来到这里 没想到这里的赏音景点居然这么多 影片中我们将介绍给大家几个景点的花矿 爱追音的你请持续追踪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哦 从福寿山开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终于抵达了武林农场 在樱花季的时候 这里管制的非常严格 路边是不能停车的哦 请大家务必遵守交管人员的指挥 将您的爱车听到指定的地方哦 我们今天来到了武林农场 说实话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樱花季的时候 来到武林农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是武林农场的旅游服务中心 前面就是医疗站 那边的樱花林现在开得好漂亮哦 也是粉红色的一片哦 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医疗站 看看这边的樱花花矿 目前医疗站靠近外面 马路这边的樱花呢 就开得比较漂亮 那么里面呢 据说是因为冻伤 所以有点像焦糖樱花吧 各位可以看 这个樱花好像都是被冻伤了 那么医疗站这边的花矿 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靠近马路边的会比较好看 那么里面的呢 有被冻伤的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花矿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武林农场这边在樱花季的时候呢 管制的是非常严格哦 在武林农场这边 嗓音景点非常的多 我们刚刚看的是医疗站 现在我们走到了文康馆的这个方向 这边的樱花也是非常好看哦 前面就是通往文康馆的步道 那么这边也有粉红色的樱花哦 我们现在就走上去看看 我这边写了庙高台 那么往上走就是文康馆 哇这条步道也是蛮漂亮的啦 只是它的樱花好像也有被冻伤过哦 但这边被冻伤的不是很严重 哇这条步道真的是很美 从什么角度看都漂亮 我们现在走上来以后 从上面往下看这条步道 确实真的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漂亮哦 文康馆这条步道的樱花花矿 我们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啰 接下来我们要去茶庄那边看樱花 那么我们现在从外面看 这个文康馆这个步道上面的樱花 也真的非常美耶 哦这边讲说往茶园赏樱区要步行十分钟 我们现在走到了武林茶庄 那么在茶庄这边的樱花 也是粉色系的 非常的漂亮耶 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前面走 来这边游客啦非常多 现在才九点多 好多游览车哦 我们是第一次在樱花季的时候 来到武林农场 没想到真的这么漂亮啊 前面看到这个茶庄樱花道 那么我们如果要去茶园呢 要往右边转 走过赵峰桥 五百公尺就会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茶园那边看看樱花的花矿 现在我们要走过去的 这个叫做赵峰桥 哇站在桥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桥下的溪水 也能听到水流潺潺的声音 这个叫做七家湾溪 那么里面也有樱花公尔龟哦 哇走过桥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三颗的粉红色樱花 好漂亮哦 我们现在走到了赵峰樱花园 现在我们从下面看茶园上面 就是粉红色的樱花 哇茶园这边的樱花也是非常的美 非常漂亮哦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面走 这条樱花步道的樱花树都非常的大棵 应该也非常的老了 所以这边的樱花开得非常漂亮 哇走到前面还有一个凉亭呢 听说那是必拍的景点哦 这里叫做观月亭 在观月亭里面呢 还有三个女孩子穿着古装在拍照呢 前面还有一小段的樱花步道 走过这段樱花步道之后呢 我们发现下面还有一大片的樱花林 我们从上面走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刚刚在上面看到的这一片的粉红色樱花林 现在看到前面的这个叫山樱花啦 然后呢粉红色的有昭和樱也有红粉佳人 好接着我们就继续往下面走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简直就像是仙境一般 实在是太美了啦 那么茶园这边的樱花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的走回停车场去了 我们现在来到桃园樱花台 这边的也是粉红色的樱花 蛮漂亮的哦 因为我们是来这边露营 所以现在是开车下来赏樱 现在虽然是早上七点左右 车子也还没有很多 但这段路并不是很宽 所以也就无法临停拍摄 避免造成他人困扰 请大家见谅咯 目前我们的所在位置就是雾色樱花群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白色的雾色樱 现在因为是早上七点多 还没有什么管制 所以我们赶快来这边拍一拍 我们就赶快到下一个景点 各位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波浪路 许多的网美的摄影家 都会跑来这边拍照摄影 那么我们运气非常好 现在早上才七点多 也没什么车子 这里等到早上九点左右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游览车 因为我们昨天下午过来的时候 一整排都是游览车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回车上 然后我们用开车的方式 经过这个波浪路 我们现在开始用开车的方式 经过这个波浪路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波浪路的樱花 哇好漂亮喔 原来波浪路是在这边 接着我们继续往前开 这里就是在宝器总队的旁边 这段路的樱花也是很美 其实在武林农场这边沿路的樱花 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一大早就已经有游客进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边 都有粉红色的樱花喔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都有在管制喔 好漂亮喔 那么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金华桥这里 好这这里呢是艾口樱花林 这是第五个赏音景点 在艾口樱花林这边的樱花 也是相当的美丽的 那阳光灑下来呢 会显得更亮 搭配前面这颗古松 更是一幅美景啊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回去 开车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露营区的B区 这边也是有很多的樱花喔 各位看到这个叫陶然亭 这里的樱花开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美丽 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一下 哇 这粉色系的樱花真的是太美了 在露营区B区这里呢 樱花也是非常的多喔 现在几乎是满开的情况 好了 那么露营区B区这边的樱花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囉 目前我们的位置就是在露营区A1区这里 这边的樱花开的非常的漂亮 那么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那么这里的樱花 会比下面好看一点是因为 这边的樱花没有被冻伤过喔 我们现在就带各位去看一下 这里的樱花花 好 各位看一下这里的樱花 哇 太美了啦 这里的樱花是红粉佳人 几乎都是满开的喔 哇 露营区这里的红粉佳人 真是太美丽了 我们现在往里面走 因为呢 里面还有一片粉红色的樱花林喔 哇 这一片樱花林也是好漂亮喔 很大一片 然后里面喔 还有这个一对新人在拍照 拍结婚照 太美了啦 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一下 哇 这里面 好漂亮喔 哇 一整片的啦 几乎都满开了 哇 这边太美了 所以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啦 好了 那么欣赏完这一片超美的樱花林之后呢 我们露营区这边的樱花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咯 喜欢追花的朋友们 还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喔 感谢观看